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瑜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事情 就是關於我十年的豆豆抗戰 其實已經是超過我十年了 其實有看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皮膚就... 一半半啦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的 青春期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其實經過這麼多年的抗戰 其實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沒有我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請兒玉部看看其他影片 又或者等一等下一條Vlog 或者去玩的影片 既然你又跟我有差不多的問題 又想繼續去聽我的分享 就... 繼續留下吧 那我的膚質是怎樣的呢 都油得來很敏感的 譬如我T字位很油 但是呢我這兩邊的位置 是會非常之乾啦 尤其是嘴邊這兩個位置 還有鼻子 我鼻子是沒有一塊的 是長期都像脫皮一樣 因為你油脂多 也都蛇生豆豆 所以毛孔呢 是非常粗大 那毛孔粗大 那當然白頭黑頭的問題 就一定是非常之嚴重的啦 那其實過往呢 我就用過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產品 但是都會遇到一個矛盾 為什麼呢 譬如我好油的時候 我就不敢去用一些太滋潤的產品 就會去用乾爽的產品 但是為什麼會出油呢 就是因為你的皮膚底層很乾 所以它才會狂飆油的嘛 當你很乾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用一些比較 可能保濕一些 又或者可能厚一點的產品 那是不是這個已經是第一個矛盾 那第二個矛盾呢 就是我有豆豆 但是我又很敏感皮膚 那當你有豆豆的時候呢 你就會可能用一些 比較刺激性一點的產品 去殺那些豆豆 有很多礦豆的產品 也有很多很刺激的成分 在裡面 去幫你殺菌的 但是當刺激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你敏感的皮膚 有另一個問題 會變紅 會脫皮 會不舒服 那這個是第二個矛盾位 就是當有這麼多矛盾的時候 要遇到完全適合自己的產品 是非常困難的 那麼多年以來呢 我都試過無數那麼多的產品 之後就會在另一條片 再跟大家去講 現在就是講一講我膚質的問題 以及我經歷過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很多時候 我們這一類皮膚的人 都會遇到很多人的 批評 那其實以我 我的人呢 都算是挺正面 和樂觀 有很多時候 面對這些批評的時候 我心臟都挺強大的 都不會說真的受到 很大的 就是傷害 但是都曾經有一些說話 是難聽到 我都會 這樣 那我聽過這什麼說話呢 試過有人跟我說 他就說如果我好像你這樣 我寧願死 如果有豆豆就要死的話 那 那 好像 誇張了一點 我的心態就是覺得 其實又不用死的豆豆而已 很多人都有的 是不是 這個只不過是 生命上的一個小問題 大家的心靈不要那麼脆弱 我試過去和別人去吃飯 第一次見的 那個人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夾粒冬菇給我吃 那我就覺得 挺nice 我挺男生來的 挺gentleman 你知道你跟我說什麼嗎 他就說你吃吧 你看那顆冬菇跟你的臉一樣 其實這個世界是真的有這樣的人 也有人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可以疼你 你的臉這樣 我聽那一刻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 就是 兜後兜面這樣跟我說 我不會生氣 但我會聽完之後 那你想我怎樣 這樣 但是現在我想回頭 說那個人 是好沒有家交的 他本身的人生 應該是很 都不是很快樂的了 即是可以說得出一些 這麼難聽的說話 人家的內心 多麼陰暗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樣 是有豆豆的話 曾經遇到過這些 這麼難聽的說話 批評的時候 你不用理他 他講得出這些說話的人 他人生已經在罵他 所以你不用不開心 你猜好自己就可以了 不用理人 為什麼有時候 那些人會這樣批評我們呢 我會覺得是因為 我們很重視一個概念 就是對身體的管理 那些人會覺得 你有豆豆 一定是你有什麼做得不好 一定是你對自己的身體不好 做了什麼 有時候可能你生豆豆 你吃一塊薯片 人家會說 你有豆豆 你還吃薯片 我有豆豆 但我也要過活的 是不是 我知道 我是有責任去管理好自己 但是 我會覺得 吃薯片也無相大 是不是 當然我會節制 但有一點點放任 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還有不是說 我吃薯片 就已經是代表了 我完全不會管理自己的身體 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背後 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大的努力 我比你們任何一個人 都會更加關心我自己的皮膚 因為除了不漂亮之餘 是很不舒服的 你明不明白 那些豆豆不是沒有感覺的 那些豆豆是會痛 會癢 還有你的臉 會整天好像有一股東西張住 我都很辛苦的 你以為我不想他好的嗎 其實很多時候 豆豆這件事 是遺傳或者是天生的 好像 學生那樣 他的皮膚非常之好 白綠透紅 又很滑 但是他完全不需要用護膚粉 吃東西是沒有任何的介口 他以前他上學的時候 熬睡時常常通宵不睡 他面都很滑 但是我呢 他很努力去護膚 我又看中醫 西醫 又去美容院 是這樣的就這樣的了 天生的 我能夠去做的 就是盡量去改善他 令他不要愈來愈惡化 那我已經盡了我的努力去做 我會覺得我不需要跟其他人交代 也不需要管別人怎樣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有這個問題的人 I feel you 你也不用不開心的 我們一起大家開心share一下這些經歷 我不是開心share 是不開心share 因為不可能是開心share 一起去分享 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互相幫助 令到這個問題不要太困擾大家太多 過往十幾年都應該累積了不少的經驗 也撞過板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去護理自己的皮膚 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要繼續留意下一集 拜拜 我吃到這裡 我會令我先把油餅消去 我會把油餅消去 這樣做得很好 我看見你喜嘴巴